事实上就是保护我们并不是政府的责任 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警察只有在案发之后才会出现调查 如果有很多警察的确是会有 嚇阻坏人犯罪的可能 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警察并不在我们身边 身为保守派的我们 也不希望警察一直跟在我们身边 监视我们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是自主的 这边分享一个好消息给大家 很多人说我们的频道太黑暗 因为我们老是说一些令人很沮丧的新闻 因为我们不说左派完蛋啦 川普要回来啦 耶稣掌权哈利路亚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跟着这个蓬佩奥跟着Q就好了 因为我们比较务实 我们知道神做事都是跟人一起做 我们如果要翻转我们的时代的话 我们就必须付出努力 我们就必须付出 我们就必须牺牲 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新闻 因为我们有义务要来保护我们自己 跟我们自己的家庭 breaking news overnight armed and wearing masks three men were attempting to break into a home when a 17-year-old inside shot and killed two of them this happened at 1041 last night on 1st Street in Channelview according to Sheriff Ed Gonzalez a woman, two 17-year-olds and a 12-year-old child were all inside the home at the time one of the 17-year-olds grabbed a shotgun and began firing he hit and killed two of the intruders and the third one got away we're told he took off in a dark-colored four-door sedan the sheriff says no one inside of the home was hurt 有一名观众建议我们要多讲讲 在美国持枪保护自己 击退歹徒的新闻 我完全同意 因为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说 在美国使用枪支 来保护自己 来自我防卫 好像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我们的政府跟新闻媒体 只会每次把那种 用枪来做坏事的新闻播出来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来夺取权利 最先要夺取的就是 你保护你自己跟自己家人的能力 事实上在美国每一年 都有50万到100万的使用枪支 来自我防卫的案件 但是这些东西不会爆在新闻上 因为这是他们的议程 在美国有个法律叫做castle doctrine 堡垒原则或者是承保法 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私有领地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你的武器 来自我防卫 你不需要逃跑 不需要离开 这照道理说 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 基本权利 但是美国很多州 却要被写成法律 各位可以想想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所有执政者 都想要侵犯你的私有权 跟私有财产权 例如在加拿大 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法律 他们使用枪支自卫的话 就会有一堆律师问你说 这个是必要的吗 他偷你的电视 电脑 保险库 你太太的婚戒 你就可以杀死他吗 他只是试图要强暴你的女儿啊 并没有真的付出行动啊 还没有进去啊 他有必要要死吗 他说不定只是很穷啊 你有必要开枪吗 你有必要拿枪吓人吗 打击犯罪是警察的事吧 你持枪就可以使用吗 因为政客 还有网路上的正义魔人 都会使用这样子脑残的模式 来扭曲事实 所以在美国才有宪法第二修正案 所以美国才有很多的州把堡垒法则写在州的宪法里面 等于说我们美国人在美国是有特权的 这不是很棒吗 No Not really 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保护我们自己不该是个特权 特别是你在你自己家里 全世界只有那个地方是你最安全的避风港 完全属于你的地方 你就应该在那个地方 有权利保护你跟你的家庭才对 但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 反对枪支的政府部门 ATF啊这些 每天就想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来夺取我们能保护我们自己的能力 他们从来不会提起 美国每年都发生将近一百万起 用枪自我防御的案例 他们只会说 枪支泛滥 学校枪击案 帮派火拼之类的东西 然后说 我们不是要夺取枪支啊 我们只是要合理的枪支管理而已 但是他们做出来的枪支管理法律 都只是把合法守法的公民的枪支夺取 或者让枪支更难被合法守法的公民取得 因为杀人本来就是犯法的 强盗本来就是犯法的 有前科的 有精神疾病的人 原本就不可能购买枪支 这些本来就都已经是法律了 甚至是常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法律有用的话 我们现在的社会 应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但事实就是 现在左派推行的所有法律 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只是枪支管理没有用 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边境管理 色情行业 毒品 教育失败 流浪汉 治安 各式各样左派的法案 目的都不是要解决任何东西 全部都只是要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动荡 变得更糟糕 目的只是为了创造一个 属于世界的政府 更奴役人民 让人民全部都失去自由 跟思想的能力而已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有原罪 不是因为这些人天生特别坏 而是我们人 就是会为了权利而变得更腐败 有几个牧师在私下跟我讲说 不要在节目上推广持枪权 不要推广基督徒去持枪 我不同意 而且可以说是完全反对 但是某层面上他们说的是没错的 我们要打倒的并不是那些人 我们要打倒的是人心中的撒旦 而唯一对撒旦的攻击有效的就是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的传福音 不断的传福音 而且把正确的价值观传达出去 但是就跟耶稣在路加福音 跟我们说的一样 要拿两把刀 我们要有能力保护自己 要有能力来守护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家人的生命 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继续的传福音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